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要这样搞 是为了在自己无法掌握的信息海洋里 抓住极少数自己知道的信息作为杠杆 去撬动大多数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今天我们对这种策略再熟悉不过 从小到大经历过的各种考试本质上都属于协制 话说韩朝侯派人到现境秘密视察 使者回来以后说没有看到什么值得汇报的情况 韩朝侯说你多少总该看到一点什么吧 使者搜场瓜度 终于讲出了一个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见闻 县城南门外有一只黄色的小牛犊 在吃道路左边的河苗 韩朝侯马上叮嘱使者 刚才这番对话必须严格保密 对谁都不能讲 然后下令 现在正是河苗成长的时间 我们韩国早有禁令 严禁牛马进入农田偷吃 但官吏执法不严 导致牛马毁坏了很多庄稼 有官部门赶紧把牛马毁坏庄稼的事情统计上报 谁查不清楚就重罚谁 这政令一出 统计报告很快就递交上来 韩朝侯发现哪一份报告都没有提南门牛犊的事情 于是下达第二道命令 你们的统计又遗漏再查 官员们又去复查 果然发现漏报 这样一来 大家都相信 韩朝侯明察秋毫 从此人人坠坠不安 不敢胡作非为 在韩非子给挟制列举的事例当中 有一则西门报的故事 是前面已经讲过的 你也许还有印象 西门报 谎称自己丢了一个车轴上的小插销 派下属去找 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丢 下属当然找不到 西门报又派一批人去找 这回还真的在一家人的房间里找到了 通过这个方法 西门报摸清了手下哪些人老实 哪些人不老实 后人给管理风格 归纳出所谓三不七 西门报这种属于不敢七 韩朝侯显然也是在走这条路 但这个好像就和身不害的无为理论矛盾了 身不害不是说过吗 君主如果显得太明察 人们就会防备他 身不害的术分寸很难拿捏 但大体来说 法和术有一个核心区别 法是公开的 术是隐秘的 法需要的是深入普及 搞得尽人皆知 成为全国人民不言而喻的常识 术需要的是君主一个人秘密掌握 用来驾驭群臣 可以说法是阳谋 术是阴谋 阳谋不但要标准公开 还要程序公开 一切赏罚都摆在阳光下 赏罚的结果 连谁都挑不出毛病 阴谋不能让人看出标准 更不存在公开的程序 君主的意图偏好等等 绝对要对陈下保密 所以陈下既不知道该怎么蒙骗君主 也不知道该怎么 寻思舞弊 偷奸耍滑 而不被君主发现 于是只能老老实实的 尽职尽责 而君主根据陈下的能力和业绩 来决定赏罚 如何决定 必须由君主自行判断 这就是深不害理论里的 毒断 今天我们把 毒断专行 当成贬义词来用 其实非但 毒断是深不害的重要命题之一 毒断之后自然要专行 而且就算 毒断和专行连坠起来 变成毒断专行 这个词呢 曾经也是褒义 满清光绪年间的练兵规范里面 就有一条要求考核士兵 尊奉官长命令 能否各具毒断专行之妙 那么新问题来了 韩昭侯如果学会了毒断 深不害 岂不是没有存在感了 事实上 作为国家总理的深不害 确实很缺乏存在感 但这个应该是他自愿做出的牺牲 对比一下公孙央 公孙央在秦国的各种努力 都是以复国强兵为目标的 因为秦孝公想要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公孙央呢 帮他来完成这个目标 至于秦孝公本人的权力 地位 安危 都不是公孙央主要操心的事情 而深不害在韩国 复国强兵也好 国太明暗也好 就算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 至少也是第二位的 第一位的大事 是韩朝侯本人的权力 地位安危 这样看来 即便深不害能做到国家总理 这种高级职位了 依然保持着建臣思维 深不害专门论述过 在一个一夫多妻的家庭里边 如果一个女人得到专宠 这个家呢 就要破败 国家也是一样 如果一名大臣得到专宠 这个国家呢 也会破败 所以国军操纵臣子 应该像车轴操纵服条一样 所有的服条啊 都同等的围着车轴转 试想一下 国军之所以经常修筑城池 深沟高垒 不就是为了防范盗贼和外国入侵吗 而如今 这么多弑军篡位的事情 难道都是敌军攻克防御攻势冲进来造成的吗 还不尽是身边的人干的 这完全不难理解 即便是天下第一的武士 全副武装 带着金银财宝走夜路 盗贼呢 都免不了觊觎 更何况国军论体格 无非就是普通人 掌握的宝物 更比金银财宝珍贵无数倍 要想守得住 必须下大功夫才行 深不害的这些意见 一定最容易打动君主的心 但是深不害的著作《身子二篇》呢 在宋朝很可能就已经看不到了 元明以后彻底失传 幸好唐朝初年 魏征主持编修 群书制药 这可以算是一部文摘体的资质通鉴 从六十八种古籍当中 摘录了不少具有资质意义的内容 编为五十卷 这部书在南宋以后就消失了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 意外的从日本传了回来 这一类书在日本被称为 一存书 一指的是在中国找不到了 存指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群书制药摘录的六十八部古籍当中 有十五部 今天只有极一本 身子就是其中之一 群书制药摘录了身子的一篇大体 虽然是节路 但已经算是保存的相当完整了 不是极一本能比的 刚刚那一段身不害的观点 就是从群书制药来 群书制药摘录的身子 最后有一个经典命题 原话是 净射金无为而美恶自备 横射平无为而轻重自得 用镜子和天平做比喻 镜子只要打磨得足够光洁 那么只要静止不动 无为美和丑都会在他的面前自行显现 天平只要配重均衡 那么同样只需要无为 什么都不用做 物体的轻重在他那里 同样自行显现 君主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当成镜子和天平 这两个比喻 尤其是镜子的比喻 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不论道家佛家儒家 又不论每一家当中的某一宗派 都喜欢用镜子来形容某种修养 大体上说 人的主观偏好越少 欲望越弱 心就越像明镜 不但可以准确地感知外部世界 而且当外来的事物离开之后 这个事物留在心中的影像 也会随之离开 就像照镜子的人走了 镜子里的影像 也就随之消失了一样 用韩妃子的话说 这叫去号去物 群臣见素 君主只要不暴露出自己的爱憎 群臣呢 就会显露出本来面目 谁是什么样 都被君主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一来 君主当然就不会受到蒙蔽了 三国演义里边 刘备那种喜怒不形余色的禀赋 就会使申不汉和韩非特别推崇的 这样讲 可能还是有点让人费解 好 我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 秦孝公 秦孝公表现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偏好 所以公孙央在刚到秦国的时候 经过了几番试探 终于可以偷其所好 那申不汉的理论来看 秦孝公 这分明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之所以没有被奸臣篡位 仅仅是因为运气好 韩朝侯大概认真学到了申不汉思想 所以为人处事 总有一点高深莫测的感觉 他虽然呢 也会参与国际事务 甚至出兵打仗 但看不出 他有秦孝公 魏惠王和齐威王那种很想一鸣惊人的欲望 但他显然也不是一个低欲望的人 不然也不可能在十几年间 让韩国国制兵强 没有外敌入侵 他就像一个一正一邪的神秘高手 低调而强大 关于韩朝侯和申不汉的情况 就谈到这里了 现在几大强国的国家总理 已经陆续登场 秦国有公尊央 齐国有邹记 楚国有朝夕旭 韩国有身不汉 而这段时间里 风头最近 导出惹是生非的魏国 国家总理 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